我的名字是李邪光 就如你所看到的 我虽然是一个插画家 却患有自闭症普及障碍 大约是一二年级左右被诊断出来的 对于在校内总是发生打架问题的我 李妈妈 请麻烦一定要带她去检查 我知道了 当时的半导师很强烈地建议我的母亲 一定要带我到医院里检查 拼拼图或是 那么把我组装一下这个拼图好吗 要怎么装 回答完了医师的问题之后 母亲和医师又谈了一下之后 便结束了检查 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带我去了乔麦面店 并且帮我点了我最爱吃的口味 我还记得那时候 她努力为了不让我发现 偷偷地哭泣着 对了 这一天我被诊断出了 是高功能自闭症 举例来说 像是行动僵硬 对造音相对无法忍受 这些都是高功能自闭症的策证 自闭症指的是 不善和人沟通 对特定物品之类的执着 或是有异常地坚持的精神疾病 就那时的我来说 去学校就是种压力 和人说话也是种压力 把课本翻到第15页 就连听到老师的声音 也是种压力 我记得那时候的我 几乎都没有在听课 而是一直在画画 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我却没有因为那样而被骂过 因为老师知道 我的比较情况特殊 我常常是无厘头的 突然想到什么就讲出来 我虽然画火车 可以画得很好看 但是画狗却很丑 原来我是比较擅长画猫啊 怎么突然跳话题了 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被否定的话 会瞬间暴怒 你说什么 你干什么了 与其说是自尊心太高 那更像是某种坚持 因为我那时候出手很大力 所以不小心让对方受伤了 真的很抱歉 你们家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呀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我 让母亲好几度地向对方道歉 因为自闭症 而最辛苦的 是锅中的时候 蒂同学 午餐时间已经结束了 好的 我从这个时候开始 对于吃东西 渐渐有了自己的坚持 胡萝卜和马铃薯 还有蒟蒻都有两个啊 太好了 以炖餐来说 我会习惯不同种类的食材的数量 都统一了之后 才开始吃 全部的东西一点一点的 尽可能地做到同时吃完 也因此 周围的人大多能在15分钟左右 用完午餐 只有我必须花一个小时以上才能吃完 喂 你快点吃啊 你未免吃的太慢了吧 要是被问到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的话 我也只能回答 因为我就是想那么做 你短头发也好可爱 剪了真是太好了呢 小雅 真的吗 真开心 要是遇到像这样的场合 我觉得 小雅比较适合长发 啊 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真过分 我明明没有恶意 我果然还是无法理解别人的心情 因为自己的那些行为 导致我渐渐地被同年级的人排挤 李邪光来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也是 我也不喜欢那家伙 喂 说什么呢你们 于是我更加明白了自己对于人际关系的不擅长 就算升上了高中 我也不愿意去交朋友 而是一个人一直画画 喂 李邪光 你画画画得很好啊 借我看一下吧 干嘛看我画画 走开了 看吧 我又说了这种话 伤害到了其他人 只是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 我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人生的医师 自闭症的人啊 实际上还是比较擅长 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 要这么说的话 好像确实是那样 你不是说你一直都在画画吗 那有没有考虑过当一个画家呢 那时候的我 已经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 但是因为医师的话 让我对未来有了希望 医师 我会努力试试看的 结果 虽然在高中时 才是几乎没能交到朋友 李邪光 你的画真的很漂亮啊 嗯 我擅长的也只有画画了 可我却在进了 学画插画的科技大学之后 了解到许多 关于绘画的技术和知识 接近毕业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很多种工作 李同学 你如果用身心障碍者 就业服务去找工作的话 是能找到理解你的状况 并且录用你的公司的 你觉得如何 嗯 在被周围的人都知道自己是身心障碍者的地方工作 虽然能从事固定流程的简单的工作 是很吸引人 但是 我选择了做自由插画家 因为只有绘画 才是我被所有人都认可的能力 是 我知道了 广告用的广告牌对吧 下个星期四之前能完成 对于只要有人从面前走过 就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我来说 这样的工作是最适合我的 这次又接了什么工作了 广告用的广告牌 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啊 对我来说 在社会上生活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想像现在这样 怀抱着梦想 拼命地努力下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人类瑕疵大学 今后会不断继续研究 人类的问题与bug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他视频也敬请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